香港大学上星期就副总理李克强 去年8月出席港大百周年校庆期间 引发的保安风波发表调查报告 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志鸿回应说 校务委员会完全接纳报告的结论 报告显示并没有人政治献媚 但是承认大学有些工作做得不够 可能令人有错觉,需要检讨 港大校长徐立芝就承认 当日为了配合李克强访港的时间 港大在校庆安排的时间上又作出迁就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,王家齐报道